书场被Diss 书场之前被网友Diss情商低 其实他就是说话太直接了 虽然知道是在开玩笑 但多少也会让对方不舒服 他在圈内口败挺好的 因为性格好不耍大牌 也很愿意去帮助别人 他和刘一芬是老交情了 据说当年有人给舒畅之招 要他帮着刘一芬炒作 他都没同意 霍建华新剧遭泄漏 周旬和霍建华拍摄的新剧 原本备受期待 并终照出来时 几乎全网好评 不过 这部剧播出一推再推 还同题材的言喜攻略抢了心机 目前网上已经流出了新剧的片段和截图 据了解 这是越南内部工作人员线路出去的 好在已经下架 不然片损失更为坦重 热巴被删镜头 热巴参加的新武林大会 它本身就是节目的一大宣传点 但看过节目后 会发现它的镜头不多 这就引发不少粉丝质疑 这是节目组打压热巴删镜镜头 事实上是热巴又腰伤 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完成不了 而无聊是经济节目 所以热巴的镜头比较少也是没办法 其实节目组还是很看重热巴的流量 但毕竟不能买一人身体开玩笑 万一出事也根本陪不起 聂远被杀名字 聂远三年前因为醉酒斗殴 被判缓刑的事情 对他影响其实挺大的 他主演的《龙门飞甲》在央视播出了 央视的做法是戏份保留 宣传删除 宣传海报 关闻关宣 片头片尾都要删除 演员名字 所以也许功 略如果要上新的话 可能也要这么处理 某男星性向成迷 最近频频在综艺节目上露面个某男星 他的兴趣向属于比较多变的 他以前确实是改 但现在也确实是指南 翅膀赢了之后 他就和飞恩男友的公司分开了 接下来才会继续吵着男人设 诶